連假第三天 觀眾朋友出遊 各地的天氣還是相當炎熱的 氣象局持續發布了高溫特報 今天中午前後 在雲林縣 台南市跟花蓮縣 是連續出現36度高溫的橙色燈號 在彰化 高雄 屏東跟台東 則是為黃色燈號也是36度 要提醒觀眾朋友記得最好 注意防曬 小心中暑了 另外 昨天特別是北部地區的午後 雷震雨都威力蠻驚然的 今天還是午後雷震雨發威的天氣 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以及各地山區都還是有可能出現 局部短暫雷震雨 並且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機會 如果你午後有出遊的行程 提醒您特別注意了 請坐在這裡 打擾高雷震雨 敬請坐在這裡 誰在這邊 請坐在這裡 専爆 我沒在過雷震雨 打擾高雷震雨